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日而终 再次醒来 我回到了和未婚妻发生关系的第二天早上 未婚妻家和前世一样 提出了钱 防要求 这次我非常配合 只是在心中默默地祝福他们 希望他们有命拿 也有命想我睁开眼时 卧室的门正被拍得啪啪响 转头 就看见眼睛微红的未婚妻张小楠 她气气哀哀地抓着我的胳膊 小冬 怎么办 好像是我爸妈来了 咱们这样 他们一定会生气的 张小楠神情悲凉 我见油脸 和她上辈子 指正我强奸时 表情一模一样 当年 那么多人都被她这副样子打动 我又怎么能不配合呢 忍着恶心 我在张小楠的脸上 十分温柔地摸了一把 别怕 有我呢 张小楠在听见我的话后 嘴角扯出一丝微笑 一只手轻轻地搭在了我的手背上 声音颤颤地唤了我一声 小冬 一双大眼睛里面瞬间盛满了柔情 小冬 爸妈身体不好 你可千万别顶撞他们啊 当然不能顶撞 我还要给他们送钱送房呢 打开卧室门 正好和小舅子张柯 撞了一个满怀 张柯探头探脑地 往里面看了一眼 转过头 就对坐在沙发上的张家父母喊道 没错 我姐昨晚就是和这小子一起睡的 张富叼着烟 坐在沙发上 她的对面的茶几上 还有一条刚被拆开的中华 我瞟了一眼 正是我昨天刚买 打算送人的 听见张柯的话 张富蹭了一下就站了起来 她用夹着烟的手指 恶狠狠地指向了我 你昨晚为啥不让我姑娘回家 你是不是把她祸害了 张富怒目言争 显然已经发火了 张母微微地向前欠了一下身子 摆出一副 想要阻拦张富的模样 哎哟 老头子 你吵什么吗 咱们有话好好说 好好说个屁 咱们家小楠 可是黄花大姑娘 还没领证 就让她给祸害了 就这么算了 我在心中冷笑 张小楠在上辈子 可是我的女神 当年为了追求她 我是连带着她的家人都舔的 所以 她的家人在我面前 一向肆无忌惮 不过张富说的也没错 订婚就敢睡觉 结婚后 那还不得生孩子啊 怪不得上辈子网络上的人 都评价我 先生大意 请先生赴死 警醒天下 舔狗昏奴 配想太妙 张柯见我没多大反应 也忙在旁边帮枪 我们可不是随便的人家 你这么做 就是没把我们当回事 张富顺势而起 眼见着又要跟着一起嚷嚷 我却只用一句话 就让两人住了嘴 彩礼翻背 空气一下变得安静 几人相互看了一眼彼此 脸上的神情变幻莫测 很显然 我把他们要说的话 提前说了出来 张母这时终于站了起来 她走过来 面带微笑地将我拉住 好女婿 快过来坐 我被拉着 坐在了他们的对面 张富和张柯 依旧是一副十分不悦的样子 我知道 他们还没满足 果然 张母笑着和我确定了彩礼的事后 张富又开口了 其实彩礼翻不翻倍的无所谓 你看哈 小男一个姑娘家 总是住在别人临下的房子里 不踏实啊 你家能能在房产证上 加上小男名字 张富说完 几个人齐齐看向我 上辈子我就是在这时和他们翻脸的 但这次 我却笑着道 不用那么麻烦 我直接把房子过户给小男就好了 三人一下愣住了 不是 姐夫 你这人张柯原本一脸交集 在这三个人中 张柯是最在意这些钱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张柯在这时已经债台高筑了 只不过还瞒着家里 张家最是重男轻女 彩礼和房子一旦给了张小男 那也就算是给了张柯 我这人怎么了 张柯十分高兴地在我肩头拍了一下 你这人 真是太够意思了 就这样 我上辈子最是鸡飞狗跳的一天 在这非常和谐的气氛中度过了 这回张家三人走时 依旧领走了张小男和那条中华 但脸上的表情 却与上辈子完全不同 他们笑得十分开心 送走几人后 我慌忙地来到了厨房 倒扣垃圾桶 很快我就在里面 找到了一个很小的透明塑料瓶 里面还残留了一些蓝色液体 我戴上手套将瓶子小心收好 随后便给我一个 在检验科的同学打电话 收拾好 我准备出门 顺便将房产证也带上了 我打算在将房子过户 给张小男之前 给他们准备一份隐形大礼 出去后 我就找了一个 私人抵押贷款的地方 经过各种拉扯 我二百多万的房子 最后抵出来一百六十万 拿到钱后 我便将钱存在银行 并没有立刻补齐张家的翻倍彩礼 之后的几天 我也是一直调着张小男 他那段时间 十分迫切地想要与我见面 虽说只字不提彩礼和房子的事 但却一直在隐隐地从侧面向我打听 房子过户的进度 这是张小男惯用的伎俩 他有什么要求时 都不会直接提出来 而是会反复地和我侧面表达 当然 我上辈子是个大傻帽 只要听出女神话里的意思 就马上去执行 可这次 我却一直装傻冲愣 就这样过了半个月 我觉得张小男已经被我磨得 没有多少耐心了 我开车去了张小男的家 他们家在京郊的一个比较偏远的村子 我之前来过几次 拿着我提前取出来的四十万 我找到了张小男的家 可还没到他家门口 我远远地就看见 张小男家的小平房前面 停着一台缆盛 屋里吹烟鸟鸟 看样子像是在请客 就在这时 他家的门忽然打开了 是张小男 他看见了我 脸上一愣 然后马上缩了回去 门也砰了一下又关上了 这明显很慌张 我不由多看了两眼 停在门口的车 上前去敲门 屋里一下变得安静无比 隔了好一会儿 门缓缓地打开了 开门的是张母 张母见到我 依旧笑得眉眼弯弯 将我让进了屋中 根据张小男的反应 在进来前 我脑海中浮现各种 可能出现的场景 难道是张科那小子的债主 提前来讨债了 这样想着 我不由加了几分小心 转眼来到屋内 让我没想到的是 屋内根本没有什么收账的 只有一个年纪 大概50岁左右的男人 男人还领个一个 七八岁的男孩 见我进来 男人开始上下打量我 张母在我身后忙道 这是小男的表叔 那是表叔的儿子 看来倒是我想多了 不过张小男 什么时候出来的表叔 我俩相处近一年 没听他提起过 上辈子 也没有这方面的印象 但这表叔 确实老当义壮啊 这么大年纪 还能弄出个 这么小的儿子 我见外后没多久 张小男的表叔就要离开 张母让张科出去送 我则是只打了招呼 就开始和他们家人 谈起彩礼的事 果然 他们听我主动提起彩礼 都十分高兴 可就在那表叔 要带着孩子离开时 那小孩忽然回头喊了声 妈 刚刚还在和我热烈 讨论彩礼的几个人 一下都闭嘴了 而那表叔 则是一把将那小孩 拉了出去 我看着一屋子人 表情各异 心中疑惑更大 尤其是张小楠 脸忽然白得像纸一样 那孩子喊谁妈呢 我壮丝不经意地问出 这话我是对着张小楠说的 可张母却向前一步 将张小楠挡在了身后 嗨 啥妈呀 干妈 张母抬手在自己的胸脯上拍了拍 喊的是我 那孩子自小体弱 说我命格忘他 就认我做了干妈 我这年纪 让那么小的孩子叫妈 还真有些不好意思 张母说完 屋内的其他人 像是一下活了过来 张科立马递给我一杯水 于MBSP 姐夫 真让你见笑了 岁数大了 就是迷信 咱们年轻人少参合他们的事 接着说咱们的 张富则是有些称怪的 看着张母 你这老婆子 怎么做人家干妈都没和我说一声 真是张母有些不好意思 我这不也是好心吗 都是实在亲戚 再说女婿还在呢 你们就别说我了 他们说话时 张小楠一直低了头 我看不见她的表情 但她这个样子 我很熟悉 每当她遇到解决不了的事实 她就是这样 看来那孩子 还真的有点意思 我接过张科递来的水 笑着道 都别说阿姨了 阿姨多善良啊 来 咱们接着说彩礼的事 张母因为我的理解 高兴得不得了 显然一副全家 我最懂她的样子 我当然也是极力配合 和她们表演了一会儿 张小楠神色 渐渐恢复过来 我觉得时机差不多了 便将存着彩礼的卡 拿了出来 放在了张小楠面前 这里是四十万 小楠你收好 我将卡推到了张小楠的面前 多少 张小楠伸出一半的手顿住了 她满眼惊讶地看向我 以同样表情看着我的 还有张家另外三个人 四十万而已 我的一点心意 我故意把四十万说得 像是四十块一样轻松 姐 姐 姐夫 卧曹 你这是我亲姐夫啊 张科眼神里满是兴奋 而我接下来的话 更加让她坐不住了 才四十万 不用在意 放在一个月前 我确实没有 但现在 这点钱对于我来说都是小钱 小钱 这回 张家人包括张小楠在内都金住了 这也不怪他们 想当初 我和张小楠商量结婚时 最开始定下的彩礼是十万 而且这钱 我一个月前就给了张小楠 我将那笔钱画给张小楠后 卡里只剩下了三毛六 张小楠将这事和她家人说了 当时 他们看我的神情中的鄙夷都快溢了出来 可如今 我一下能无所谓的拿出这么多钱 他们当然惊讶 而我要的就是他们的惊讶 张科一把搂住了我的肩膀 姐 姐 姐夫 你发财了 快好好说说 张夫张母也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眼神亮晶晶地看向我 可我却立刻住了嘴 拿出一副懊恼的神情 俨然说错话的样子 没啥 就是和同学挣点小钱 我遮遮掩掩的表现 让屋子里的人全坐不住了 而就在这时 我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屏幕一下亮了 上面一行大字 清晰夺目 彩票中心 1300万获奖者你好 介于您是 我是三年来最大的获奖者 我忠心将为您提供 看着屋子里愣住的几人 我知道 他们都看见了 这 很好 我忙一把将手机拿在手中 对着还在发能的张小南道 小南 把你的证件给我吧 我去办理房子过户的事 我说了一遍 张小南没有给我任何反应 屋子内的所有人的目光 都死死地盯着我的手机 那样子 距离来强也就差一步了 小南 我又喊了一声张小南 这一声 让他们家的几个人一起回了神 啊 显然张小南压根没听见 我刚刚说啥 我将刚才的话和她复述了一遍 张家人却对这个心心艳念的房子 以下不注重了 张富 张母还有张柯 一个接着一个 找理由离开了客厅 只留下一个 有些坐立不安的张小南 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说话 眼神时不时地向着卧室的方向瞟 我看着他们家这样 心里止不住发笑 不用想 他们一定是去查 最近的彩票中奖信息了 但他们查了后 一定会更加激动 因为我就是特意在看了 最近神秘中奖人的信 和我的信一样后 才有了这个点子 感谢那位刘先生 很快 张小南的手机就收到了一条短信 读完信息后 他猛地抬头看向我 眼神里满是兴奋 还有贪婪 那天 我在张家受到了最高待遇 这是自我认识张小南以来的头一次 张小南再也没了过去的高冷矜持女神饭 而是一直黏在我身边 俨然就是一副爱我爱的不能自拔的模样 原来女神所谓的高冷 只对穷逼 拿到张小南的证件后 我离开了张家 现在我要做的 就是等一个人出现 上辈子 听说这个人时 我已经在在监狱了 这辈子 我打算亲自回回他 晚上回家 一开门 我就喂到了饭香 张小南正扎着围裙 在厨房忙活 桌子上已经摆了两盘菜 一看就是用心做了 还弄了一个摆盘 而在客厅的中间 正摆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 张小南听见关门声 抬头看见了我 立刻笑盈盈地道 爸妈说 你一个单身汉自己在这生活太苦 让我过来照顾你 反正咱们都订婚了 况且张小南说着话 脸上浮了一层红润 他低下头 只露出一截白净的脖子 与微红的耳尖 声若文英的弟弟道 我 都是你的人了 放下张小南这人的人品 我还真的蛮佩服他 明明对我没什么感觉 却依旧能表演得如此深深宽宽 晚饭后 张小南更是主动走进了卧室 媚眼如丝地勾着我 几次 我想推开他 可他就是缠着我不放 为了防止他起疑 我只得强忍着厌恶和他躺在了一起 但也只是草草了事 势必 张小南又盼上我胸膛 开始了他今天的正式话题 他没直说什么事 而是不停地和我讲他家邻居 只说那人买彩票 一夜暴富 然后和心爱的人双宿双飞 结婚生子 婚后 那人为了让妻子开心 先给老丈人买了啥 又给丈母娘买了啥 还说那人和他爸聊天时说 男人这辈子最亲的人 不是自己的母亲 而是妻子 毕竟妻子是陪男人到老的人 所以男人有大钱时 就应该给老婆保管 千万不能交给自己的妈 要不然 若是以后男人的爸或妈没了 老人再婚 之前没准就成别人的了 听着张小南的话 我假装陷入了沉思 最后默默地点头 张小南立刻搂住我的脖子 亲了好几口 可见他对我的反应十分满意 张小南又和我讲了两个同类型案例 才沉沉睡去 看着他的睡颜 我却不想和他多待一份 悄悄地从卧室退了出来 来到书房的小床 点开手机 将今天从那台缆生上看到的电话号码 按了出来 我原本是想直接打过去 但又觉得这样贸然行事 可能没得到信息 反倒会打草惊蛇 想了想 最后 在所有的ag上都查找了一番 没想到 这个方法 却让我立刻就有了收获 那个在张家看见的老头 学历还不低 竟是个退休的大学教授 而这个大学正是张小南的母校 看到这 我心中对那孩子的来历 已经猜出了大半 看着那些帖子 很快 我的答案得到了证实 老头将带孩子 称为自己的报应 因为孩子是老头和自己学生出轨后的结晶 就是这结晶 让他被离婚 在学校经营多年的名声也臭了 只能提前退休 对于他这种 一辈子勤勤恳恳的知识分子 算是晚节不保 而如今这个孩子得了白血病 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孩子的生母再生一个 用这个孩子的齐带血来救人 我翻到了老头今晚的最新更贴 他称他找到了孩子的生母 生母同意帮他救儿子了 只不过需要一定报仇 看到这 我不由顿住了 难道是我误会张小南了 他这边和我谈婚说假 如何跟老头生孩子 可下面老头却主动给出了答案 说实话 我觉得这也是在作孽 可为乐子 我只能这么做 他已经有结婚对象了 但他说他可以瞒住结婚对象 婚后第一个孩子给我生 第二个孩子再点那个小伙子生 今天我看见那小伙子了 确实很爱他 希望他知道以后能包容他 但我心里依旧十分矛盾 他说这些日子会和那小伙子生活一段时间 然后让我找时间偷偷和他 我真的接受不了 但看见小宝这样 我又过很痛苦 也很矛盾 这边帖子下评论还挺多 有骂他恶心的 也有说他牛逼的 当然还有笑小伙子是活王八的 而我这个他们口中的活王八 却十分平静 原本还以为张小南只是为了彩票 在和我献殷勤 没想到里面还藏着这样的惊喜 张家人你们无耻的程度 真是又崇尚新高度 黄花大姑娘 哼 生过孩子的黄花大姑娘 那晚 我没回卧室 接下来的日子 我也没回去 张小南暗示过我几次 无非是怕黑 又怕一个人等等 但我都已要在家里 加班为由拒绝了 几次后 张小南也不再来找我 但对我依旧十分殷勤 每天都按照我的口味 不同样的调换饭菜 我换下来的衣服 也会及时的帮我清洗 这种待遇 上辈子是我想都不敢想的 现在享受到了 却成了一种煎熬 但这种煎熬 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 这天 张小南忽然和我说 他弟弟有女朋友了 那女朋友十分优秀 张家很重视 晚上打算聚餐起那姑娘 让我们也过去 我表面上波澜不惊 但在心里却长舒了一口气 我一直等的那个人 他终于出现了 顾盼 她的是 我是在监狱报纸上看见的 那姑娘是个诈骗犯 同时也是被爱情耍得 团团转的傻子 她能走上这条路 是为了帮她男朋友还赌债 而她之所以会选择张科 就是因为张科平日 一直在外宣称 自己是富二代 典型的人傻钱多 当然 在我看来 她那时挥霍的钱 很大可能都是来自 我被张家扣下的彩礼 同样时常混迹于 堵桌上的顾盼男朋友 一下就看中了这个肥羊 便联合顾盼 还有顾盼的闺蜜 几人窜了一个局 让顾盼倒追张科 成了张科的女朋友 然后一点点地开始 网出骗钱 一开始还好 都是小钱 可后来顾盼男朋友越来越贪 让顾盼搞一笔大的 被张科家人发现了不对 张家人马上报警 将顾盼抓了起来 而她男友和闺蜜 在听说她被抓了以后 立马跑了 并拿走了顾盼 从张家骗来的所有钱 顾盼没钱 还诈骗款 被判了好几十年 如今 能见到这个姑娘 我倒是想好好地帮她一把 毕竟张家人的那些钱 也不是好道来的 晚上 我们准时赴约 让我意外的是 一向抠门的张家 这次酒席 竟摆在了一个 很高档的酒楼 走进包间 张富 张母已经在了 刚打过公招呼 张科就领着一个 十分漂亮的姑娘 走了进来 顾盼 我女朋友 她家张科和众人介绍着 她之后说的话 我在报纸上都看过 总之一句话 顾盼全家都是做官的 很了不得 这样的家庭背景 当即让张家人 对顾盼赞不绝口 只有张小南 很是不懈地撇了撇嘴 小声嘟囔道 有什么的呀 长得跟个电线杆子似的 然后便有意无意地 挡在我和顾盼之间 生怕我多看顾盼良一 我没将张小南的反应 放在眼里 只安心吃饭 这顿发吃的主客近欢 直到尾声 张科忽然很郑重地 站了起来 爸 妈 姐 姐夫 我都这么大了 想到过去的那些年 真是白火了 时间都浪费了 现在我有了盼盼 也想有个自己的事业了 但我这些年 也没攒到什么钱 所以张科顿了一下 你们能不能支持我一下 张科的话 是对着所有人说的 但最后的目光 却落在了我身上 看来 今天的主题正式开始了 儿子 我们全力支持你 你姐夫一直宠着你 当然会更加支持 张母已经替我开了口 我还没答话 张小南就有些不高兴了 妈 你也不问问张科要干啥 就支持 张富一声 就将张小南呵斥住了 爷们要干啥 还得通过你 反了天了 女婿你可不能太惯着她呀 我笑着称是 张小南则缩着脖子不再说话 张科接着道 盼盼手里有个内部的投资项目 十分挣钱 我想投资一下 张母的眼神一下变得有些迟疑 但脸上的笑依旧不见 还不如让你岳父帮你弄个稳定的工作 做了什么项目啊 妈 我老张人已经在帮我运作了 但怎么也得我们结婚后才能实现 张母脸上笑一下消失了一半 对着顾盼柔声道 盼盼啊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张科是你男人 你爸不替他考虑 你可要替他考虑啊 什么投资有稳定工作重要啊 顾盼听见张母的话 微微地叹口气 我当然想张科好 但我爸那人可不是别人三言两语就能说动的 顾盼顿了顿 要是小科还是现在这样子 我们家可能不会接受我们之间的婚姻 这法子 也是我抢求着我爸 才得来的 顾盼说得委委屈屈 张科一看就心疼了 马上对张母道 妈 你干啥问盼盼 这事是我和岳父说好的 先挣到够取盼盼的钱 然后再结婚 张母听张科这样说 一下抓住了这话里的重点 你和你岳父说好的 你见过亲家了 嗯 见过了 妈 人家可是住在市中心的别墅区 门口还有站岗的人呢 张母原本还有些迟疑的脸 顿时画成了一朵花 但马上又面露难色 投资得多少钱啊 当然是越多越好 可咱家有什么钱啊 张母眉头紧锁 眼神再次瞧向了我 但我就是不截查 张母马上对张科使了一个眼色 张科立刻就向我靠了过来 姐夫 我也是男人 我想自己挣钱 你能帮帮我吗 自己挣钱 还从别人借 我皱着没道 可我都不知道 你到底要干嘛呀 张科见我终于搭茶了 立刻压低了声音 内部的项目 当然有点涉及法律 咱们知道的越少越好 有盼盼在 咱们怕啥 盼盼家的亲戚都在做 一个月就能拿到40%的毛利 不出半年就能翻几倍 我还是有些犹豫 张科有些急了 姐夫 有句话不是说吗 赚钱的行业都写在刑法里 人生贵在一博 你们看那些大款 谁也不敢说自己的第一桶金 绝对干净 这么挣钱 要不先试试 张母这时忙接过话头 对 先让你姐夫试试 你才进入社会几年 你姐夫都工作那么久了 一定比你稳妥 再说 你姐夫现在有的是钱 彩挑那件事 已经让他们觉得我是大款了 不过 这正合我意 我正愁怎么和顾盼单独合作 没想到张母静出面帮我的忙 想来这老婆子 不敢轻易往处拿钱 但又怕错失机会 所以推我出来做实验 上辈子 顾盼就栽在了你们身上 这回有我的助攻 我一定会让你们放心地拿出棺材本 话已至此 我直接从怀里取出一张银行卡 递给顾盼 这里是我今天刚存的五十万 就有劳弟妹了 顾盼接过我的卡 并在小本子上一笔一画地寄上我的信息 样子十分认真 姐夫 你再办张银行卡 然后告诉我卡号 咱们项目已经进行到中期 每周都会返钱 您注意查收一下 晚上我送张小南回家后 我告诉他今晚单位有事 不能再加注了 张小南也没问原因 直接上楼了 我开车出来 直奔本市的一个平民窟 午夜十分 我等到了我想要等的人 顾盼一个人 还穿着刚刚那身衣服 从一个小胡同拐了出来 我忙下车 悄悄跟在他身后 两人一前一后 走进了一个老旧小区 顾盼走到最里面的一个单元楼 打开了门 就在单元门关上之前 我一把降门把手拽住了 闪身也进入了那个单元 我的忽然出现 将顾盼吓了一跳 他的第一反应就要向楼上跑 但却被我一把抓住了胳膊 就我捂住了他的嘴 小声道 吴小丽 这是顾盼的真名 顾盼一下停止了挣扎 眼神里全是惊恐 我知道你接近张科为了啥 顾盼眼里的惊恐 立刻转为震惊 最后变为平静 我松开了他 他二话不说 就将今日从我那拿走的银行卡 递给了我 我却没接 这些日子 我也就花了他几千块 我会慢慢还给他的 以后不会再找他了 看来顾盼把我当成 给小舅子出头的姐夫了 我嘴角勾出一抹笑 你还不还他 我无所谓 我来只是想告诉你 如果今天我不在 你就要大祸临头了 顾盼被我说得有些猛 而接下来 我将顾盼男友 闺蜜 还有他们接下来的计划 都说了一遍 顾盼听着 脸上的惊恐越来越甚 你 你是警察 我们被监控了 我摇摇头 我说我重生了 你信吗 啊 不信也无所谓 但我想和你讲个故事 我将在报纸上 看见所有的关于他的描述 以及他的最后结局 统统告诉了他 顾盼待立在原地好久 我没说话 而去外面点起了一根烟 当我将烟抽完时 顾盼走了出来 他眼圈红红的 显然刚刚哭过 我不管生世重生的 但我信你了 但你为什么帮我 因为我曾经也是个傻子 被张家害死的傻子 你 我的故事你就别听了 你现在想改变命运 还来得及 那就是在张家继续演下去 我抬手指了一下他的包 刚刚卡里的那些钱 你当做红利 分三次给我 而且给我的时候 要轰轰烈烈 让张家的每个人都知道 然后 一点点引张家人入局 你做的越慢 拿到的越多 当然 如果你钱拿的足够多 我希望你能把张家 从我这拿走的钱还给我 房子的损失和彩礼 一共八十万 如果你没这个本事 就算了 顾盼咬着下唇 你就不怕我拿着你的 这张卡跑路 那我就当你是个大度的姑娘 男朋友和闺蜜 不仅搞在一起 而且 他们还打算害你 你都无所谓 我没话说 顾盼在我说完 胸口止不住的剧烈起伏 我 我会亲自去查证 随便 说完 我没再多留 而是直接离开了那个小区 一个星期天后 我收到了顾盼的第一笔汇款 很快 又有了第二笔和第三笔 短短一个月内 三十万 张小南看着那些进账 高兴得简直快要跳起来 张家人马上决定投资 可没想到 顾盼却告诉他们 这期的投资结束了 只能等下期 张家人急得不行 眼看着我天天进账 他们眼睛都红了 终于 在我张小南 还有一个月结婚时 顾盼告诉他们 可以再次投资了 张家人 马不停蹄地 往处拿钱 我问张小南 他们家投资了多少 张小南说 只投资了十万 我当然不信 说想要看看 我给他的那些彩礼钱 可他却说 什么都不给我看 再多问 就冷战 我做这些 不过是演戏 为了以后东窗事发 他们怀疑不到我 其实 顾盼早就告诉了我 张家投了多少钱 一百万 里面除了我的彩礼外 还有当年张小南 给老头生孩子 老头子给的补偿 日子过得飞快 张家的第一次 回款日期到了 可就在那天 顾盼失联了 也是在那天的傍晚 我在单位的储物箱里 发现了一个编制口袋 里面有八十万和一张纸条 纸条上只有两个字 谢谢 顾盼的忽然消失 张科一开始 还没觉得问题有多严重 只当顾盼出去完了 回来补上就好了 可又等了一周 他才发现问题不对 他慌慌张张的去顾盼家找人 却发现顾盼早已人去楼空 张家疯了 开始满世界的找顾盼 他们终于发现 他们被骗了 无奈之下 张家人报了警 警方马上展开调查 顾盼没抓到 只抓到了顾盼的男友和闺蜜 两人被抓时 正睡在一个被窝里 并且睡得十分香甜 就连被扣上手铐都没醒 好不容易的二人醒来 二人忙将顾盼推了出来 说他是主谋 他们只是听指挥的 并愿意将诈骗款还回去 可打开他们的账户 却发现里面一分钱也没有 警局又迎来一对崩溃的人 没钱 不能量刑 只能坐牢 而张家这边 警方也明确告诉他们 警方会全力通缉顾盼 但类似这种情况 全款追回的机会不大 尤其是像他们这种 过了这么久才报案 张家人彻底傻眼了 他们歇斯底里 哭天喊地 但一切已经发生了 张富不停地大喊着 老子玩了一辈子鹰 老了 老了 竟被鹰啄了眼 可这种情况 只持续了几天 他们就想到了解决方法 对一只鹰啄到了 最好的办法 就是在另一只人 傻钱多的鹰身上找回来 晚上我到家时 张家人已经整整齐齐地 出现在了我的客厅 他们可能是头一次 吃这么大的馈 所有人眼睛心红 宛如恶鬼般地看着我 我本以为 他们还会先和我玩点感情牌 没想到 惨痛的损失 已经消耗光 他们所有的耐心 张科依旧是最先开口的 姐夫 咱们是一家人 我们在受难 你却过得这么潇洒 这 很不团结吧 张母这回 也没了平日里 和颜月色的模样 女婿 我们家能下注这么大 和你挣钱脱不干系 现在钱回不来 你是不是应该赔偿一下 张小南也忙到 小冬 妈和张科说得对 咱们责任很大 应该赔偿 我扫了一圈众人 然后笑着道 赔多少啊 张富拍而起 这还用问 当然是全赔 况且 我们最近位置是着急上火的 你多少也得给点精神损失费 也不用多 一个人十万就行了 张富还没说完 我已经大笑出声 你笑什么 张富被我打断 显然十分不悦 你们真是 太他妈的不要脸了 你他妈说啥 你怎么说话呢 刘东 你怎么和我家人说话呢 我继续笑着 你们投资失败 凭什么从我要钱 是我拿着刀逼你们投资的 还精神损失费 我天天面对你们这群倒胃口的玩意儿 谁给我损失费 刘东 你踏马的找死 敢这么和老子说话 张科抄起旁边的烟灰缸 就要砸过来 我也没惯着他 和他扭打在了一起 张家三个上来帮忙 屋内顿时乱作一团 我在和他们打架的过程中 将屋子中能破坏的都尽量破坏了一遍 甚至连门把手都没放过 反正这房子已经不是我的了 就在屋中打得热闹时 门口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警察 开门 这一声爆喝 让我们都停住了手 张富 张科 张小南脸上马上出现了惊慌之色 只有张母十分淡定 他脸上露出一丝阴狠的笑 你们怕什么 咱们是受害者 正在教训强奸我们女儿的败类 然后用面带嘲讽地看向我 刘东 现在是你最后的机会 小南那天从你家 带回来的那衣内裤都在 哦 也许你还不知道 我女儿有随身携带录音笔的习惯 如果我交上去告你强奸 就算你中彩票了 那钱恐怕也得在监狱里花了吧 好 那我就在监狱花 没等他们动 我先去开了门 警察鱼贯而入 张母一声哀嚎 就扑了上去 张科在路过我时 冷笑道 真是自己找死 你不会以为我妈在吓唬你吧 她手里真有证据 你死定了 我看向张小南 她看了我一眼后 就唯唯懦懦地藏在了张富的身后 我的女儿啊 还是黄花大姑娘呢 就被这畜生给祸害了 同志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张母恶狠狠地指向我 我没有 这时张小南抽烟从张富身后发声 刘东 你这个畜生敢作不敢认 你是要让我死吗 张富和张科也同时摆出痛心疾首的样子 警察同志 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啊 张母接着道 畜生啊 畜生 同志 我和你们说 两个月前 她就是在这间屋子里 强奸了我的女儿 警察听闻不有皱眉 两个月 她威胁我们 要是我们敢乱说 就杀了我们全家 我们一直都没敢报警 今天看见你们 我才有了勇气 我不能让我女儿受着窝囊气啊 可这时间 我有证据 张母说着 就从包里往外翻 将一个真空的袋子 交到了警察手中 这里面有我女儿 当天穿过的那一裤 这里面还有一支录音笔 这里对当晚发生的事 有详细记录 警察接过袋子 这个 你随身携带 张母被问得一愣 便马上道 原本今天也是想去报警 但心里气得慌 路过这 便没忍住上来 找她说理 说吧 抱住了藏在张父身后的张小南 张小南就是趴在了张母肩头 阴阴哭泣 真是好不可怜 警察同志 我也有些东西交给你们 我去了书房 从书柜的家层里 拿出一个牛皮纸袋 那里面有那瓶蓝色药水的成分鉴定 还有从装药水的瓶子上 取到的所有指纹 以及 我第二天抽血 做的化验分析 警察低头看了一眼 最后将我们所有人 都带回了警局 在那带到了半夜 最后的结果就是 我无罪释放 而张柯和张小南两人 涉嫌给他人乱用违禁药物被拘留 出来后 我立刻回家整理自己的衣物 向外走时 正好遇到了张父张母 他们两个像是一对要吃人的恶狼 大声对我叫嚣着 这是他们女儿的房子 让我有多远滚多远 我没理他们 拿着自己所有的东西 转身离去 下楼过程中 我遇到了我半抵押贷款 那家公司的人正在上楼 因为我一直没还款 他们这是来收房了 他们见我离开还想问 我却直接道 房子归你们了 还没到楼下 我就听到了楼上传来的尖叫声 我在心里默默地和邻居说声抱歉 打开单元门扬长而去 再见张小南 是三个月后 我去医院看老同学 正好在走廊的另一端 看见了张小南 推着张母走了过来 张母嘴歪眼斜 看见我后 情绪有些激动 话没出口 口水先流出来了 我和张小南四目相对 但我并不想多说 转身就想走 可张小南却追上了我 本以为他又要虎脚蛮缠 没想到 他静一下跪在了我的面前 他抽噎着 眼角微红地看着我 样子欺美且无助 小冬 我错了 你帮帮我 好不好 我没停 张小南没有放弃 我知道你中奖了 你现在很有钱 对你来说的小钱 就能救我们一家 你为什么不帮帮我们呢 毕竟我们在一起两年 他声音很大 引得周围人侧目 我想了想 还是停了下来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中奖了 刘先生不就是你吗 可天下有好多个刘先生啊 我都看见了 彩票中心给你发的周围 渐渐有人凑了过来 张小南哭得更大声了 我却不想再解释彩票的事 有时候东西就在你面前 但你却就是拿不到 那种感觉比你一无所有 更令人抓狂 见我又要走 张小南声嘶力竭地喊出来 刘小冬 我跟你的时候 还是个大姑娘呢 你不能不管我 我已经怀孕了 是你的孩子 这话一出 周围人立刻开始议论 有几个大姨 已经忍不住指责我 我叹气摇摇头 点开了手机 这里面的东西 我真的不想用 那是我在家里偷装的 摄像头记录下来的 很快 手机里出现了 张小南和老头子的 高清无码画面 在场的所有人 都惊讶地长大了嘴巴 张小南被吓得面无血色 你 你竟敢偷偷录我 这回不用我回答 人群里已经有人到 不录你 岂不是要当活王八 这女人还真不要脸 张小南落荒而逃 从此以后 再也没出现过我的面前 最后得到她零星的消息 是从那个老头的某帛上 老头说她得到了一个匿名邮件 里面没别的 只有一个装着蓝色药水的小瓶 她看见后 立刻想到了 当年她和女学生出轨的那晚 她在女学生的包里见过 知道了里面的成分后 老头果断不再让儿子 与女学生接触 并带着儿子去了国外 就算儿子死 也不想让她知道 自己有这样一个人 贫有问题的母亲 自然 答应给张小南的钱也没了 老头还感叹着 没想到一个女生为了不挂科 竟然能做到这样 她还提到了张小南的家人 张小南的母亲之所以会中风 是因为张科的赌场债主找来了 把张科砍成了重伤 而张富则是在和债主搏斗的过程中 直接被砍死了 我看得有些唏嘘 几年后 我和太太带着儿子去一个江南小县城游玩 儿子喊饿 我们就进去了一家小餐馆吃饭 只一口 我就尝出来 这是我们家乡做法 老婆笑着问服务员厨师是哪里的 服务员说 厨师就是老板 姓吴 本地人 老婆不由感叹 一个南方人竟然做北方菜做得这么好 走时 非要记住人家饭店的名字 可当我看见那饭店名字时 却无声地笑了 上面写着 小厉饭店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